再来关于司法焦点 嘉义县长张花冠被控在立法委员任内 涉嫌嘉义县大蒲美香草药草生物科技园区BOT开发案当中收贿 因而遭到检察官依贪污罪嫌起诉 嘉义地方法院今天宣判 判决张花冠无罪 张花冠则表示这是迟来的正义 被告张花冠所为的这些行为 或者与BOT厂商的利益无关 或者是对于行政机关的决策欠缺实时的影响力 因此何义厅认为被告张花冠的行为 并不构成贪污治罪条例里面所谓的职务行为 而收受贿赂罪 那被告张花冠贪污部分技术无罪 自然没有所谓贪污所得的问题 因此在洗钱防治法被起诉的部分 法院也判决无罪